如果你今天已經根本會有了 是不是在空裡面 是不是要看到妙有 才是物質界跟所有的一切 你不執著空也不執著有 是不是要看妙有 這叫後德制 這樣知道修行的次第 我們都在什麼 我們都在哪裡 有的人在有 有的人在空 如果空沒有辦法看到妙有 回到剛剛黑板裡面寫的 是不是叫無聲 他是不是無聲要永滅 那叫小臣 叫羅漢 這樣 那如果我們一直在有 沒有辦法正空的道理 那麼叫做什麼 凡夫馬 這樣很清楚 那我們上半堂課先講到這裡 那有一些還可以補充 同學知道社用歸體嗎 你做什麼事如果不知道 是為了要達清淨 是為了看到自己清淨的佛性的本體 那麼你做什麼事都在身邊裡 夾雅雜的 你希望的答案 夾雜的 你的情緒 那就是在生命法 所以當我們發現的時候 是不是要盡量洗 讓自己更明白 更明白 當你清淨 可清淨的 以前有介紹過佛法 還有一個來場 就是 絕對可以震得 你自己 可以去感受到 清淨佛法的 佛性常駐的 常樂我敬 這些都做完 是不是就常樂我敬啊 所以每個人 成佛路都不一樣 我們雖然一起來聽聞佛法 你回去要處理的事 跟你回去要處理的事 一定不一樣 你的結構一定不一樣 自己的那一坨棉線啊 怎麼繳成那一塊啊 要自己去解 並不製作人 當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你對他的 你會發現 那頭有進步 學習李鑻 不可能 在給個家 敲觀 你會發現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